而在台南市议会的部分 一样的情况 在这边拥有29期的民进党 大家也是想说应该十拿九稳 只要拿是下33票 应该就笃定单选 但最后同党同志跑票 让国民党议员李全教 拿下一张宝座 到底头一讲该不该亮票 台南市议会国民两党炒成了一团 连票轨都被掀倒在地 民进党议员不断试图技术性亮票 国民党议员则是拉开一幅 奋力遮票 投票的过程乱成一团 投票的结果更是让大家跌破眼镜 结果国民党议员李全教 躲下了议长宝座 这也让民进党议员 个个说不出话来 因为这次台南市议员选举 民进党拿下46%的选票 躲下了29期 配合台联和武党籍 选前预估可以得到32票 没想到代表民进党 角逐议长的赖美会 最后却只拿了26票 光是民进党 最少就有三位议员跑票 民进党议会党团的成员 竟然抗拒不了诱惑 让台南的民主招牌蒙羞 全台最绿的县市 议长宝座拱手让人 这让支持度最高的赖清德市长 脸被自家同志打得很肿 这样的结果 也让台南市的全面执政 瞬间翻盘 记者王少宇 曾光佩 台南市